大家好 今天的提案叫做开放政府行动方案怎么理解 那我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开放政府行动方案 它是OGP 是一个国际组织 它全名叫做Opera Parallel Mothership 那这个有点像是联合国际组织一样 它也是一个国际组织 然后它的目的希望能建立一种新的民主制度的推动方式 那它会以两年或十年为一个周期 然后一个政府跟民间一起协力去离开一些 我们会要推动国家的各家民族各家开放 我们要做什么事要行动方案 并且用独立的第三人来检查说这些行动方案做得不错 那在2019年等约的时候 旁后有办法加拿大去参加OGP峰会的时候 它就在那边就代表台湾宣誓说 台湾家会就是推动开放政府行动方案 然后OGP跟民间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是这些行动方案必须要是有政府跟民间过同资历 它不可能是政府在方面选择的 然后再开始慢慢要去 就是例如说它要说我们把那个 什么的 方面一直到90度的去有目标 它不可能想说我们要跟民主助理来说 无法被解决的这种不趋势的东西 然后那些行动方案必须要变中旅程 比如说我进来的半年要做什么 一定要做什么他必须要变出 那么在2020年特区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开始图报会有在更集各种行动方案 然后募集完之后来20年特区的医院的时候 就看到图报会有公布的那时候的方案 例如说公平参与 性别或族群包容 然后别的新年施政跟解决方式 而且每一个刚刚那边看到的右边都是行动方案 然后现在也都列出它的里程碑 例如说对我列出我最关系的甚至先进的里程碑 那么国家会有在英贡群里 转区就列出 就是所有高阶市相关的事情 所以这些是很美好 但真的很美好 那我们来看看承受事项 其实很多的都现在看起来错语意义了 例如说 全国新公民 洪大联储 新年政策参与 鼓励 仇主公民 或者推较接敌者 保护立法 但是其实明年5月的这一期就结束了 这一期落后对我们代表採的后来奥运真的实现了 然后说一下了这个现金 我自己也2020年也有去拿过会议 然后我再提了很多的建议 但那些建议其实后来都没有影响到后续的 就是这些行动方案的变化 还被挂在里面 我觉得我们追求一次到位 不知道有什么会做完的 但至少都好像跟这次联能推进一些东西 但是我今天第一次想要来做 就是围棋体积极OGP的现在有味 但现在发现如果有兴趣的服务学 还有挑几个你感兴趣的行动方案 然后交完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旅程碑 然后来检查一下他的旅程碑 觉得有没有具体做到他的事情 看不错 足够的公开资料 所以这是一个google 我觉得不在google的效果也很开 然后旅程碑我们做大 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相当里面的会议记录 那会议记录里面很完整 他写的很简单 你要想要一起的很完整 然后里面有些更进步的内容 然后被调过的之类的 另外2020年的独立报告也可以阅读一下 在未来2024年 有些新的行动方案在增行中 所以我们也是 可以拨过的过程来想一下 未来4年有新的行动方案要怎么转型 那欢迎大家可以加入GVSPECAL 或GVSPECAL频道来一起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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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